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一個條例所引起的一場巨大的輿論風波 在2月27號,中國司法部公佈了一個條例 名字叫做外國人永久居留條例 這是一個行政法規 根據中國現存的制度 這種行政法規是不需要經過人大 或者是人大常委會去投票通過的 只需要行政機關向全社會公佈了之後 升級意見,30天之後就可以決定 到底是不是付諸實施,是不是生效 司法部公佈了這個條例的草案之後 馬上就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 前所未有的關注,舉個例子 新華社的官方微博公佈了這個消息之後 那條微博兩三天之內就有40多億個點擊 40多億,還有300多萬個互動 就是評論、轉發、點贊、點採 加起來有300多萬 這一次網上表達的名義 那是非常的一致,幾乎是一邊倒的反對這個條例 那為什麼這個條例會讓這麼多的人反感呢? 我今天就來給大家講一講 中國老百姓反對這個條例的一些理由和原因 同時也要講一講 中共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拋出這個條例 再講一講到底這個條例最後會不會付諸實施 如果是付諸實施了,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在講這些問題之前呢,先要說一說這個條例的大致的內容 這個條例主要是規定 有哪些外國人有資格取得中國的永久居留權 概括地說,取得這個永久居留權大概是有五類人 第一類就是那些比較牛逼的外國人 比如說對於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 或者是在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等等領域 做出過有傑出成就的人 那第二類就是受過高等教育 而且在中國有長期的工作經驗的人 而且收入也比較高的人 比如說這個博士研究生學位以上的人 可以直接申請,沒有這麼高的學歷 你如果在中國工作過三到八年 而且工資還比較高 是當地人的最低工資的三到八倍的 也可以取得這個居留權 第三類就是投資者,生意人你如果是投資一千萬 直接就有權力申請了 或者是你在重點領域、重點行業還有重點地區投資的 也有這個資格 那麼第四類就是通過婚姻關係 嫁給中國人或者是娶了中國人 就可以,當然還要在中國居留五年以上 而且有穩定的住所、穩定的收入的 就可以申請永久居民了 第五類就是前面所說的這些人 他的這個直系親屬 包括未成年的子女和這個年老的父母 他們都可以有永久居留權 那一旦取得了這個居留權之後 就可以享受一些權利 比如說這個社保、醫保、還有養老 還有購買房屋、還有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老實說根據這個條例取得中國居留權的這個門檻 還是相當高的 比歐美發達國家的移民的條件要高多了 舉個例子說我現在所在的加拿大 就有很多中國的移民 絕大多數人是技術移民 他們一落地之後就享有永久居留權了 並不需要在加拿大工作多長時間 有多少收入,甚至是有很多人 來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工作 加拿大照樣給他們永久居留權 那為什麼中國老百姓對這個條例這麼反感呢? 很多網民甚至是說一旦這個條例實施了 中國就要亡國亡總了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危機感呢? 我覺得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條例本身 它有巨大的問題,有巨大的漏洞 比如說這個條例前面規定了很多很多人 有多少多少條件 但是它有個第19條,19條就規定了 有其他正當理由也可以申請中國的居留權 那麼什麼是正當理由呢? 由誰來決定哪一些理由是正當的,哪一些理由不正當呢? 這個條例它本身沒有說,有這麼一條規定 那就把前面所有的這些規定幾乎全部都給否定了 全部都給抹殺了,這一條規定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中國政府認為你可以成為永久居民 你就可以成為永久居民 你前面說的那些條件就等於是白說了 這是一條非常荒謬的一條規定 有了這種規定實際上就是給中共政府 給他們的行政機構一個無限的自由裁量權 這就是大家反對的第一個理由第一個原因 那麼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中國的這個狀況啊 真正的外國人,尤其是那些發達國家的那些人才 他根本就不稀罕 不稀罕你這個永久居留權,吸引不了他們 大家有時候為了工作,必須到中國來住一段時間 那是沒辦法,沒有幾個人真正的會想在這裡長期的居留 那最後吸引過來的一批就是數字比較低的人 尤其是那些比中國還要窮的那些國家 那些國家的教育程度也比較低 他們的這個普通人的教育程度比中國人 普通的人的教育程度還要低 那這樣就會把整個的中國的國民數字拉低 這是大家反對的第二個理由 但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擔心 這些外國人在中國得到超國民待遇 超過普通中國人的待遇 大家如果是其他的人 外國人到中國來了跟中國人享受同樣的待遇 那大家不會反對的,這麼激烈的 中國現在的待遇並不好啊 比如說醫療條件、醫療保障 普通的老百姓你看個病都會傾家蕩產 外國人你如果想要這個條件那就送給你吧 估計都很難送出去 還有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現在中國的教育都已經產業化了 學校都已經變成賺錢的機器了 你外國人要想來享受這個權利 那就是來跟中國人同甲共苦啊 那我們歡迎還來不及呢? 那大家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實際上大家擔心的是中共給外國人超國民待遇 在自己的國家中共把外國人當作菩薩供起來 把自己的國民當成是賤民 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 中共他們對外國人有一種非常矛盾的態度 比如說他們一方面強調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但是他們對美國人態度不一樣 美國人只要到中國來 他們馬上就擺出一副慘媚的姿態 你像基辛格在美國是一個過氣的政治人物 根本沒人理他的 但是到了中國之後啊 主席、副主席還有一批高官輪流要跟他見面 還有呢像咱們電視上面天天都在放抗日神劇 手撕日本鬼子 但是現實生活中對日本人好得不得了 那有一次有一個日本的年輕人在武漢丟了一部自行車 警察三天之內就把他自行車給找回來了 普通中國老百姓你丟個小孩 向警察報警他們都愛你不理 好多年都找不回來 這種矛盾的態度主要的原因就是 中共他們面對這些發達國家的人的時候 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自卑 所以一方面他仇視這些國家 另外一方面又激烈的要討好這些國家的人 這是對於這個發達國家的態度 對於亞非拉的那些窮朋友 那又是另外一種心理了 他們主要是想通過這個擺闊 來贏得那些人的這個尊重 通過撒幣來讓他們承認 中共的這個在世界上的大佬的地位 老百姓對中共的這個撒幣的行為是非常痛恨的 更痛恨的是他們居然在國內 還給這些外國人特殊的待遇 比本國國民好得多的待遇 比如說普通中國老百姓的這個孩子 你要是想拿到這個大學的獎學金 助學金那是非常困難的 外國人考都不用考 就可以在中國上任何一所大學 而且還每年能拿到十幾萬的補助金 更可恥的是中共覺得光送錢還不夠大方 還要送人好多大學前些年 都給這個外國留學生安排異性半讀 不要說中國這些年輕的網民了 連我看了都非常氣憤 想一想我當年在湖北那也是考得非常好 以湖北第一的成績考進北大了 居然一分錢的獎學金都沒有 只能一邊上學一邊給人家當家教 當時還很年輕 也想體驗一下這個紅袖天香夜讀書的那感覺 後來就去北大的那個三角地 就貼了一張大字報一張海報要徵召學伴 結果一個女生都沒有徵召到 倒是來了一個男的 我就說我找女的你跑過來幹什麼 他扭扭捏捏的說 他說我其實內心就是一個女生 原來是個同性戀 當時把我給氣壞了 趕緊把他給打發走 因為這一件事情我還被 我周圍的同學嘲笑了好幾年 沒想到當年怎麼都沒有得到的 爭取都沒有得到的待遇 一個外國的學渣 就能輕輕鬆鬆的現在就能夠拿得到了 這能不讓人生氣嗎? 所以現在擔心中共把這種超國民待遇 把它制度化,然後制度化了之後再規模化 那個時候中國老百姓不僅僅就要養一大批 咱們中國的這批貪官污吏 還要養他們從外國搜羅過來的 這麼一幫永久居民 那大家這個負擔就更重了 大家怎麼受得了呢? 前面我說的這些大家 這個擔心的這些問題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也有一些擔心是沒道理的 比如說有些人擔心 說這樣是不是會造成一大批的非法移民 在中國成為永久居民 我覺得這是不會的 因為這些非法移民 大多數都是來自於那些窮的國家 來自於那些窮國家的貧困階層 過來都是想賺點錢謀個聲 按照中國現在的這個搞法 經濟肯定會很快玩完 那今後這些年中國賺錢的機會 可能還不如那些窮國不如非洲 所以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他們在這幾年會離開中國 還有一些人擔心說中共的權貴會不會 借這個機會向國外轉移資產 中共的權貴的親屬 在過去這幾十年當中 大部分都已經移民到國外去了 他們會不會又重新變成中國的永久居民 然後把中國的資產大量的向外轉移 這個擔心也是多餘的 因為中共權貴一直在轉移資產 他們的方法太多了 而且他們根本可以讓老百姓察覺不到 比如說他們可以直接的用中國的銀行 把資產直接就轉出去 然後再把這些銀行的這個賬目給抹消掉 讓你神不知鬼不覺的就把這個錢給轉移出去了 根本不需要搞這麼一個法律出來 所以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擔心也沒有用 他們有的是辦法轉錢 那他們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拋出這麼一個條例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知道 經過這一次的這個疫情的衝擊 發達國家、民主國家的那些政府 他們已經看清楚了中共的本質了 對於中共已經徹底死心了 因此他們會在經濟上、會在政治上 今後會跟中共脫鉤 中共在六十年代的那個時候的那個國際處境 今後他們又會又會重新這個遭遇 那個時代老毛他是怎麼做的呢? 他是亮中華之物力皆亞非拉之歡心 越是被西方孤立 他就越要在亞非拉大撒幣 就越要拉攏那些窮朋友 現在習近平比毛澤東又進了一步了 他不僅僅是要向那些國家的人撒幣 而且還要把那些國家的人拉到中國來 要跟他們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 那現在國內的民意是一邊倒的反對這個條例 中共會不會繼續實行這個法律呢? 我覺得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按照習近平的性格呢 他是從來不願意讓步的 尤其是不願意向老百姓讓步 香港反送中事件搞得那麼大 給他們形成那麼大的壓力 他們都不願意讓步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在習近平的邏輯當中 如果是這一次讓步了 那麼今後大家覺得這個政府 向政府施壓是管用的 那今後老百姓一不爽就來向政府施壓 那習近平他還怎麼能夠行使他的這個權威呢? 所以說他不願意讓步,一步都不願意讓 當然也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就是他把這個法律在做一些稍微微調 有一些修改之後遲一點再推行 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但是無論如何,他最後肯定是要付諸實施的 其實我是非常希望他付諸實施 因為他實施的越快,倒台的就越快 大家看見沒有,這一次大災難 已經讓中共失去了很多的人心 過去有很多人對於中共看得不清楚的 很糊塗的,這次都把它給看明白了 如果這個時候中共在強推這個條例 那麼很多種反對他的聲音就會疊加起來 就會形成一個共振效應 就會把民間潛在的那些反對力量動員起來 發揮出來,那這一次這個條例 他不僅僅是讓自由民主派的人士 還包括那些毛左派的 甚至還有那些過去根本不問政治的歲月靜好派 大家都給激怒了 所以只要運動一開始 他就一定是一個全民運動 一動起來他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 所以說希望習近平這次千萬別認慫 一定要堅持到底 但是我也得聲明一下 我對於這次輿論當中的有一些聲音 有一些民粹的極左的或者是極右的 這個種族主義的觀點是絕對不認同的 他們從根本上是排外的 說什麼非我族內齊心必毅 說什麼中華民族的土地不讓外國人佔有 我在海外二十多年接觸過各個種族的人 我覺得各個種族他們的生活方式 思維習慣當然是有一些小的差別 但是基本的心理結構 基本的道德觀都是一樣的 普天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不同的種族之間他們差距是比較小的 反而是同一個種族之間 個人和個人之間的差距有時候會非常大 比如說咱們中國人裡面 雖然是同文同種的人 但是既有無惡不作的中共的權貴和英權 也有很多正義感有良知的這些網友 我相信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今後會越來越頻繁 種族之間的這個差距就會越來越小 再過一百年兩百年可能世界就會實現大同 那個時候亞洲人和非洲人和歐洲人之間的差距 就像現在北京人和廣州人和貴州人之間的差距一樣 所以那些鼓吹種族主義的我認為那是出於無知 是沒有遠見的人 在這次反對這個條例的聲浪當中 那有一些聲音就是由這些無知沒有遠見的人發出來的 對於這些人我們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 我個人的看法是在反對中共的行動當中 我們當然不能夠排斥他們要拉著他們一起幹 但是一定不要讓他們成為行動的主導者 一定不要讓他們成為最大的那個聲音 否則的話他們就會把中國帶向錯誤的方向 會走向法西斯的方向 而且我還想提醒大家 我們反對中共制定這個條例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中國其實是非常需要這一方面的條例的 中國和世界的這個聯繫和世界的交往越多 我們就越需要這一方面的法律 越需要保障其他族裔的人在中國的權利 包括永久居住權 這是一個全世界的趨勢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方向 只不過這個工作不能夠由中共來做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平等 什麼叫做公平 他們就根本制定不出公正的法律 再說了他們過去做的壞事太多了 已經徹底的失去了信用 所以即使他們現在想做一點點好事 做一點點正確的事情 都已經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了 他們已經陷入了塔西陀陷阱 中國需要一個規範外國人永久居留權的法律 還需要其他很多種法律 但是這些法律又不能由中共來制定 那麼怎麼辦呢?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先把中共打倒了 然後再由民主中國來制定這樣的法律 好了,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見